农会为了使农户的产出能够市销对路 保护农户的权益 每个县市乡的农会都建立了自己的行销网络 花莲农会每天早上都会从会员农户中收购农产品 运到专门的冷库中进行保鲜 那当然我们物流中心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无独农会产品除了本地消费以外 大部分大概8%我们会消费到台北、北部、大都市去 这个东西我们要考虑到整个产品的保鲜延长时间 所以我们从工艺那边从产地我们就冷藏车 转车到产地去载印 就全程在低温中 对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压差运 我们会把产品很短的时间在大概四十五分钟 把整个中心温度降到大概五度 花莲市农会的物流中心对于冷藏过后的有机产品进行包装整理 并搭上专门的无独产品标志 运往各大行销网点进行统一销售 还有像无独像我们产品里面它的包装标示 它很有很清楚 就第一个我们花莲县政府的无独荣业认证这个标章 每一个包都会 另外在我们产品方面会标示我们农户的这个 它的照片在这边 它的产地在哪里 它的什么时候检验包括土壤啊水质农药 它都会有标示的清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对消费拿到它非常安心 它知道是哪一个农户种的 它的构成中还有包括它还有一个二维条嘛 它透过手机可以查询到这整个农民的生产的构成中 我们在网站上是查得到的 所以所以它是很透明的 就透明化也是我们无独荣业一个很有特色 就标示透明 每一个产品都有标示 都要就是基本就是这两个一定要要要 都会有标示都会有标示 都有每个产品 所以一方面我们帮农民辅导同时我们在开发 行销通路 包括目前的有机的专卖店的通路 还有一些大型的量饭店的有机装柜 还有联手的超市 譬如说我们台湾松青很有密麻自信 他们推广所谓的健康有机的这个理念里面 他们会帮我们设装柜 那依照他们的需求里面 我们做一个整个年度的产销 所以在销售部分也是比较稳定的价格 不会像说现在有些 譬如最近怎么香蕉又很便宜啦 但是我们在有机五赌农业的部分 我们在通路方面也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 加入WTO之后 台湾农业受到了进口农产品的冲击 随着农业经济的萎缩 部分农会也运转困难 在新的经济结构中 许多农会努力寻求突破 经营起购物中心或超市 花莲市农会就拥有四家这样规模的超市 严格讲起来 他担任几个重要的 这个就所谓衔接的作用 它是政府刚刚所说的 对于农业政策 农业技术 农业推广 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第二个 农会还担任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融资的工作 这个农民啊 他拿土地去抵押 然后他可以低利的去贷款 信用贷款 所以他对于整个的农业发展 是产生一个非常枢纽的关键 随着与进口农产品冲突加剧 农会也肩负起代表农户 与政府斡旋 力求在WTO允许的范围内 为农户争取更多的援助 政府是有补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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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 那个 那个处长给我 对 政府保住40% 49% 所以政府的大量的这个辅助 是有型的 而不是只靠说而已 我说WTO之后 每个你看这些 我不补足那个价格 我不补足那个价格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 你看这些都是用人工灌溉灌路 这些都是政府 政府 节省很多人工 而且用高薪科技的这个方式来布局 然后这个是由政府来补助 它49%的这个 灌溉交系统 所以我们平常在电视上 有时候看了以色列 用点滴的那个小馆 我就参观过 台湾 那个一样 但是 那个 以色列的通常都是花木 对 但是在灌溉的这个 这种农业农作上面 台湾的这些水利工程 和相关的政府跟农民之间的互动 可以讲 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这个 这个宋主席戴上这个省长的帽子 会有以前那种感觉 我只要到了这个田里面 到乡下里面 就感受出来 台湾农民可爱 他不是靠别人给他怜悯 或者是同情 他是真是 你看 太阳那么大 他就开始在做工 里头下牙牙 里头下牙牙 没几人 准备怕病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是大拼 大拼 听功跳档 过来怕病了 对吧 对吧 对吧